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遗憾早是吧 对 老板你看看它底下 磨到这个有点变形 所以不着地 对 那个磨得更惨 对 这样 一岁时候带它出去 基本上我们去过的所有城市的博物馆 它都去过 博物方面我觉得它也有一些特殊之处 也会发现一些一般人发现不到的东西 老板 对 这里不对 你看 你看这里 这里怎么了 这个是修复错的 它是怎么修复错误了呢 你看这个 就像这个 这个是正的 啊 你过来看 这里 不应该有这个台 这个人没办法驾驶 你的意思是说它这个 驾车者的平台是应该在车的前面 是吧 嗯 明白了 那个车的修复就是连杆 前后装反了 可能是我们的角度看不到吧 可能从它的角度上能看到 而且它对车又很感兴趣 之后它告诉我说 我要去说一下这个事儿 嗯 这个是几点 嗯 你走到那里找到吗 不是 就是那个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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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 那哪个装处错误 你问下来看看 先看那个 那个是对的 这个 这个是不对的 刚才说的这个是后面 嗯 这个部分呢 应该就是在前后的 因为人驾车 它才能看到前方的路况 对 你是怎么发现它装反 一般人看不到这样的错误 那那个是一样 它发现这个 油车的修复上有错误 这件事我觉得很正常啊 可能它是在很小的时候以前 接触过这样类似的文物 比如说跟着我的项目 和我的考察 或者是我的一些研究 唐前观月从一岁起 就开始跟着父亲唐科走南闯北 六年的时间里 夫子俩去了四十多个城市和地区 在去年 五岁的唐前观月 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 金爵古城 也是世界上 进入该地域年龄最小的人 这个是爵 上面有龙的花纹 北京要赢东黄这个 猴马蒙叔 这是我布达米亚的大银猪 八千多年了 上面有动物团 我希望他成为一个有见识的人 而不光光是一个有知识 比较提倡就是感受式的教育 大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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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马上要去敦煌 去工作 你愿不愿意去 愿意 不需要穿越大沙漠 但是我们需要盘一个戈壁山 你知道我之前是一直想知道敦煌的颜料 从哪来的是吧 对 湯科是从事美术考古学及史论工作的 他只要有重大发现 就会带着湯钱观月一起参加 从小培养他的童子工 钱是天的意思 呃 观 就是 纵懒 观看 月 是五月泰山 我只是想让他更多的了解一些经历 希望他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为什么这 要弄个 这个 意味着诀别 啊 哇 之前那个 竟然是我 而是哪根招 那边 这边 是 孩子对所有的事 他都不是天真的兴趣 所有的事都是根据环境来的 所以我觉得他对于这个 考古的探险和赛车 这两件事他是比较热爱的 这是我的那个奖杯第二名 亚军 今年得的这个年度第二当时也非常不容易啊 是不是 然后从莫为法车追上来 然后跑了一个 跑几辆 对 跑了一个第二 十辆 对啊 从四岁开始练卡丁车 五岁时 他已取得中国汽车运动联合会颁发的职业赛照 而在六岁就参与国际赛事 并取得年度奖杯的全国仅此一人 从小他就对车特别特别的感兴趣 每天被窝里也都是车 然后画的画也是车 做的梦都是车 我是最伴的时候开始训练赛车 到现在已经两天了 第一次坐在车上的时候 发动机的声音轰轰的响 和梦里一模一样 现在我已经能快要飞起来 来 条件簿 不管是宣速还是引力线路 还是开车的方向上都舍不住 但毕竟是学习过程 所以我们可以继续一步一步的 继续状况的则定 直到湾那边 开很冷 开越冷后 一经过一个弯 一个小弯 就必须得撒个车 最小孩这个组有两个分类 一个是A组 A组是10岁到12岁 B组是10岁以下 然后汤钱光月 几乎是属于这一些小车手里面 年纪最小的 其实中国的菜车界最需要最需要的 就是像汤钱光月这样 非常小就开始进入这个运动的车手 你们每个弯 每个人的线路就不一样 这个地方老是指出一堆车 通一个角度里边扎 这会很危险 再让一步让他先走 你就跟他的线路 研究他的线路 他哪个地方开的不好 下次比赛走哪个不好就在哪切他 懂啊 懂啊 开圈是一件非常好体力的事儿 烤骨的那些毅力上的那些东西 就给他带来作用了 在赛道上对于身体的一些历练 在外面的烤骨啊或者泰浅 对他也是极其有训练的帮助的 因为你在开的时候一直在塞旁边看 然后有几个弯过的还是不是特别的正确 需要改进 首先是一号弯 你一定要贴住弯心这个路肩 你从这个弯出来以后 拉到赛道的左侧 然后这样切进来 切非常深 你现在经常是 这边的路线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你出来以后 你这边进得太晚了 进得有点晚 赛车除了培养驾驶能力 对于身体素质 逻辑思维能力 知识水平和心理素质 都是一个全方位的提高 在这个年龄段 每一年的行驶能力的差别是很大的 他的驾驶经验和其他年龄大的小孩子比 肯定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对唐前官员来说也是个很大的挑战 有印象吗 嗯 这个是我们下一节要改进的两个弯 这个摩尼西的比赛 也需要把这些 怎么过弯怎么刹车的理念带到比赛中 没问题 没问题 参照 他当天官员的优势是 他非常敢拼 虽然他很小但是很霸气 胆子也大 对车的爱好 真的就是在他的血液中 所以只要有这种爱好 肯定是会把这些爱好转化为练赛车的动物 我并没有想让他去做一个赛车手 我也并没有想让他去做一个文化学者 他要去做什么我觉得这并不重要 他如果能够活得高高速度 我觉得会比什么好 我超车的时候最开心 因为我喜欢跟他们一起跑 我喜欢我想到第一或者第二或者第三能上一奖牌就行 我乐身高高高身体 骑骑骑 骑骑骑高高高身体 他平时就是一个非常比其他小朋友感觉要成熟一点 非常有规则 能够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这可能和他的经历有关 一推就好了 先推过来 那个发车得使劲了 很努力 同样得搬起来 好了 他呢是参车长在推的时候还是要掌握方向 还有他的稳定性 看不看 怎么样 你为什么想要当列车参车长 别人不能弄 我弄过方向好 但是 什么又没办法弄方向 你为什么方向弄得好 他开过卡冰车了 对 我也知道 因为我但是我看不过 我也看不过 应该学习吧 吃雪糕 吃 你今天有点凉了 吃雪糕能行吗 就去 那你这样吧 你一个雪糕我给你拿出来 你自己吃个三分之一好不好 吃完了然后写作业 写完作业一会儿然后再去吃饭 这样可以吗 那看你心情不好算了不可以 好好讲话 妈妈要吃雪糕 再高兴一点让我听 妈妈要吃雪糕 好好好 其实他私下脸还是很会发点的 毕竟在南方长大的小男孩 雪糕来喽 呀呀呀呀呀呀 看着雪糕的心情就好了啊 再吃一点就快到三分之一了啊 不错了吧你 好了 OK 放下 自己放下 没有支屏 自己放下 没有支屏 没有跟你开玩笑 好 好 可以了 放下 对 自己放下 尝尝一点点 尝尝嘴巴洗洗手 准备写作业 我这儿不认识第一个 你们这个赛车的跑道是长还是短 长 我一直跟他爸爸说嘛就是基础教育一定要抓牢重要的课题或者是重要的一些发现 希望他能参与的话 我们沟通之后才才去 最近那个地方的温度都零下了 对了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就是原料矿处在一个什么状态中 隔壁山 然后反正是需要翻山越岭的 然后条件应该是比较艰苦 对 那边现在温度是多少 温度多少 零下 零下 这就不是第一回出去 都去了多少回了 山沫都穿了多少遍了 尽可能让他就是别太累了 所有的都是跟着他 如果他认为好 他认为可以 我才会带他去 都是我在跟着他走 你 他问题是他现在还没有责任能力你知道吗 那我希望让他对我负责呀 他考虑到我是不是累啊 爸爸一般会把他当成成人来去看待 更多的时候他需要照顾自己 所以我还蛮担心的 有一个事特别重要 他因为这两天那个过敏进节目研这个问题 在好转 还略有点眨眼 那个节目研不是上次去敦华的时候犯吗 上次为什么犯呢 你知道吗 就因为他去了 你带他去了这么多天 然后因为抵抗力太差 跟猴子一样的回来了 出去一趟肯定太累了 会导致这种原因 好吧那我就稍微注意一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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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总 许总吗 成帐 嗯 帐 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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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地方是不是跟我们敦煌莫高窟壁画当中使用的颜色有些许关系 三威山位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绵延60公里 祖峰在墨高窟壁 汤柯带着汤前观月和他的学生们一起穿过河壁 跟着矿坑的发现者来到了山脉脚下一个隐秘的入口 可能就这样走 这个但是就是不是很明显 我们来的时候就好像有这样一条道 有 但是没修过 但是前面那个有修的 从东黄县字 它那个上面有记载 但是就是矿点无考 地址不强 88年开始这样走 一直走到13年的5月8号走 地上像 我里面有那些白的很多 十一时 像这个你看 这个位置这个就有金子 这个有铜 前面就有 有那个矿带 矿带是那个里面就有金子 好 好 走吧 联料的产生 它需要在它特定的矿层矿脉当中 它其实是一种地质运动所产生的结果 而这种地质运动很多都会造成地形的复杂度 像有些这个悬崖啊陡坡啊 走了要一个多小时 冯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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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马上就到了 嗯 嗯 那就看来你今天能别买完这日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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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山崖的话 非常的陡峭 按理来说很多成人都需要人帮助才能爬上去 应该一般想要过不去 但是我从头到尾至始至终 我从头到尾至终 其实我心里很担心 只不过是它自己的意志力比较坚强 嗯 它会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完成 嗯 嗯 姐姐 嗯 哪个是原料矿 对不 那个那个就是 那个 这个啊 那就是 古人 古人采过原料的地方 啊 看不 待会咱们要下去那个矿坑 这个洞有多深 是 最深的有三十多别 下面有楼梯吗 没有 嗯 这黑的就要拿人 是这样 你自己走啊 怎么样 可以 好 现在要下去去呢 好 注意安全 哇 好好玩啊 老爸接着我啊 摔 摔 来 对 对 对 你把那个绳子拽着 对 拽着那个绳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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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凶啊 到目前为止 那个矿坑它其实是有一定危险系数的 它应该是除了发现者以外 第三个下到那个矿坑里的人 他始终会觉得 你不能做的事我能做 从很小就会这样子 老爸来 我动手啊 老爸 老爸 老爸我对这脚 对这脚 挂到了 好 到了 好 解开我的绳子 老爸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勇敢 对 太厉害了 你可能是世界上 期间为止最小的 到这个矿坑的小孩了 嗯 你看 你认为这地方哪一块纯度比较高 黄的纯度比较高 这个纯度最高 这一块而且还比较大 是吧 嗯 好的这块比较整 可能我们从这个位置上敲 它就能下来 嗯 然后你要用你的那个铲子吧 接住 尽量不要到地上 因为到地上的话会有污染 好不好 嗯 准备拿工具 嗯 来装料 这边 我们现在很多人使用的是化学颜料 土的颜料仍然是 我们今天这些艺术家或者画家 他们所追求的 嗯 但是用法跟我们的一些这个化学颜料用法不一样 好 这些 这个黄 这种颜料 应该就是我们在敦煌所使用的 这些标本拿回去并不是用于绘画使用 我们要拿回去是作为我们的科研材料 把一些 其实给汤钱专业最重要我觉得并不是取样本的结果 而是在这一路上的过程 我是想让他看到 想让他经历 他在今天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体色 但是早晚会有一天 在他生命当中 或者是在他60岁 有一天他做一件事坚持不下去了 他想到他在6岁的时候 他曾经得到那种体验和感觉 支持他在60年以后 会去做一番大的事 老爸我们下一站去哪儿啊 你想去哪里啊 我想开着赛车穿越大沙漠